由于台中市大甲垒球场旁的垂球场是属于私人用地 那么大甲垂球委员会担心这土地收回 无处可以让长辈打球 市议员施志昌接获成情之后 也全力争取在中山公园设置垂球场 出估经费大约是200万 也将会跟相关单位讨论施作办法 让民众能够有个好场地来强身健体 绿油的这片草皮是会在大甲中山公园腹地广阔 这也将成为明代争取垂球场地的最佳选择 当然也一直希望可以替我们吃安卜 这个爱好垂球的这些球油长辈 能够找到更多好的场地 那所以说在这个去年 其实他们就有发现 其实中山公园这个地方 中间的这一块草皮 如果能够加以整地 甚至来这个草皮来重新来种植的话 其实它是会很好的一个垂球用地 随着打垂球的人数攀升 根据统计大甲地区参与协会的就有63人 设置还有90几岁的长辈也在其中 不过因现前大丘都得到大甲垂球场旁的私人用地 就怕万一征收后没有搞好去处 因此希望能够争取在中山公园设置六面垂球场 让大家能够安心运动 我们都在于是七点开始 打到差不多十一点 到时两点打到五点 每天都有人在那里运动在打球 我们的老伙子已经有的 九十五个还在打球 都在台阁我们来 垂球场边那一队 那一队现在是四人队 不知道当时人们要征收去不知道 所以我们经历一队在这 不要打得比较久 出工建制金费预计两百万 运动局也强调会尽力筹措 并考量中山公园草皮及树木的移植 尽快与相关单位讨论 委员会这边他有提到就是说 可以找这个我们邻近的一些绿地 来做一个改善 那这边市政府这边 因为也会会同相关公园的管理机关 那一起来这个共同来规划 包括我们近期会请大甲公所 来评估相关的经费 那在这个在市府经费预许之下 然后予以来做一个支持 由来强身健体的场域 不仅能让长辈们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也能够保障自身权益 不怕迷场地打球